每逢假节和假期 西马往返东马两周的机票价格 往往都会水涨船高 甚至动辄以四位数起跳 徒增国人的负担 交通部长陆兆福表明 他已经在内阁会议上获得首相授权 寻找对策并且拟定一套机制 一劳永逸地解决这项拖延许久的问题 陆兆福昨天晚上到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 向乘客送上开拆节礼品之后说 交通部在两个月前就开始着手研究问题 并且推出各种解决措施 包括增加机票固打 此外交通部也有意帮助大专生 确保他们无论是在假节或是学校假期 都能够顺利购买往返两地的回乡机票 陆兆福透露 他将会和高教部合作联系需要帮助的群体 因为单是在东马求学的西马学生 就有多达五万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